欢迎收看凤凰说 娱乐圈有许多明星有所谓的人设 是公关团队或是明星本身帮自己打造的人物设定 好的人设可以获得热度和观众的好感 但成功的人设一旦崩坏却会让明星毁灭的更快 今天就要来谈一谈那些崩坏的明星人设 以及人设到底是不是好事情 39岁的钢琴家李云迪日前爆出了嫖娼被抓的消息 让许多人非常震惊 李云迪18岁就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金奖 是有史以来最年轻得主 也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人 他来自一个教养严格的家庭 给人的印象是才华洋溢气质促重 配上斯文容貌是一个完美的钢琴家 爆出丑闻后一戏间名声崩叠 去世2019年李云迪就曾被媒体拍到在路边变腻 让人难以和钢琴王子的优雅形象连结 在更早的2008年 李云迪曾和彭丹被拍到一起吃宵夜 彭丹是香港知名艳星 当时36岁 李云迪却认为他炒作 对外表示 怎么会把我跟中年妇女扯在一起 这句话少了些绅士风度 也让彭丹非常愤怒 显见李云迪非常维护自己的文艺形象 彭丹其实家境英时 本身留学美国 后来还当了国家的政协委员 这次李云迪丑闻爆出 彭丹还发文表示 善恶终有爆天道好轮回 有些网友认为 明星不是圣人 李云迪比起许多用骗用怪的男明星好很多 只是嫖娼在中国犯法 李云迪又是钢琴家 这样的文艺人设 当初让他接了满手代言 如今形象破灭 面对的是高达2亿人民币的赔偿金 出生韩团的莫美琪 在创造101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出道 相比许多靠脸炒热度的女孩 当时是以实力获得观众肯定 莫美琪在一个节目为了强调自己的努力 说到自己曾经三个月每天只睡半小时 虽然这番话引起了网友的高度怀疑 毕竟这似乎超越了人体极限 不过诚恳与努力一直以来是她的人设 没想到这几天爆发了令人惊讶的消息 莫美琪以小三身份插足音乐人陈令涛的感情 导音于陈令涛的正宫女友 贴出了许多莫美琪和陈令涛的亲密对话 包含互诉钟情和开房 虽然在第一时间经纪公司发布了声明 表示从未主动介入他人感情 聊天记录为片面截图 莫美琪目前单身 但莫美琪在隔天承认了曾经交往的事实 不过坚称自己以为对方是单身 有些网友相信 有些网友对此不买单 认为经常放闪的陈令涛 全世界都知道她有女友 虽然事情还在发展中 但已有代言品牌开始切割 莫美琪过去建立的 情奔好女孩形象出现危机 人设崩坏的经典案例还有郑爽 郑爽的外型清纯有小仙女的称号 早期主导的是清纯女孩的人设 当年被拍到当街抽烟时 还引起热议 其实抽烟并没有什么 女明星抽烟的也很多 张曼玉 赵薇 王菲都抽烟 甚至连蒋青琴和Angela Baby 这样的美女也是抽烟的 只是清纯少女抽烟 让观众难以接受 但是今年的代孕弃养事件 除了弃养孩子 还被爆出曾因小狗生病 觉得看病比买狗还贵 准备丢鞋合理弃养 好在被前男友捡了回来 还有超市 偷吃东西不结账等 人设已然全面的崩塌 曾经因为抽烟引起话题的 还有TFBOYS的王源 过去三个人都是以 乖男孩好青年的形象出现 也因为如此 他们代表国家参与了许多活动 王源曾经在联合国的青年论坛演讲 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青年教育使者 在2019年 王源被拍到了和艺人聚餐时 在饭桌上频频抽烟 当时王源已是成年人 但是因为他过去形象清新 许多粉丝表示十分幻灭 而王源也因为违反了 室内不得抽烟的法规 受到了抨击 引发了很大的舆论风暴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 王源处理得很好 然后当时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赶快道歉 因为我错了 赶快接受处罚 因为北京市有那个条例在哪摆着 我违反了条例 我在室内吸烟了 这就是我的不对 希望大家不要跟我学 其实我也是有自己的生活的 我只能说我在镜头面前 表现的 我没有表现我假的一面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我小时候 那种可爱的萌萌那种形象 但没有办法停留在那个时候 对吧 人都会改变 而明星也是人 王源第一时间道歉 并说明自己的想法 让观众再度地接受他 人气依旧不减 不过不是每一位明星 都能度过人设崩塌的危机 范伟奇早期给人的印象 十分清新 几首歌最重要的决定 最初的梦想 让许多人非常喜欢他 他也被称作 创作才女 学历动人的那些花儿 使他走红一时 许多人当时以为这首歌 是范伟奇写的 他也没有否认 但这首歌其实是 朴树写的 后来被发现 范伟奇才说自己是翻唱 哈佛大学的学历 更让他被誉为知识型美女 范伟奇因此获得了翻译机 英文补习班等多个代言 最后却被抓包 他念的根本不是大众们心中的 哈佛大学 使哈佛延伸教育学院 而且还是一页 对此范伟奇仍继续辩解 不过一切我都是被要坦荡荡的 然后我也觉得 其实哈佛延伸教育 他也是哈佛延伸教育 也是很好 我在同样的campus上课 我是拿一样的degree 也是可以学一样的课等等 当才艺和学历都崩坏 他和张绍涵闹翻的闺蜜情 也被指为忘恩负义 范伟奇还曾经无厘头的 大骂政府官员 是狗官臭流氓没人格 让他的脸书八天掉了19万粉丝 后来发出了道歉文 还故意卖弄英文 却被网友发现错误百出 果真没念过哈佛 范伟奇面对自己的错误 从来不坦诚以对 反而是不断找借口 最后导致清新才女的人设 全面崩毁 因为狼牙榜和卫装者走红的靖东 在戏里以演技受到肯定 在戏外的形象 是一位低调踏实的演员 但是靖东特别强调自己的 有文化人设 我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一直特别希望 我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 一个形象出现 或者自居吧 也说自己从小就写繁体字 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传承 但是在发表一些文清文时 却常常被发现写错字 像是把洞写成了犬 洁白无瑕的侠也写成了日字编 靖东说自己非常喜欢看书 在一次书面采访中 表示自己最近看了 诺贝尔数学奖的小文章 但是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 靖东还曾分享范谷的名言 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上深情的活着 但却被网友发现 范谷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 靖东在一次人大的深度对谈中 更是出现了多次尴尬对话 最后被学生问到 是否可以推荐几本书 靖东说了许多其他的 就是没说出半个书名 在另一个事件 靖东的反应更让人感到意外 有一次金星在节目中谈到了靖东 我对我最喜欢的靖东最失望 为什么呢 角色太雷同了最近演的角色 我以为是欢乐送二呢 也是这个样子 完了这个外科一风云也是这个样子 完了这个我的前半身也是这个样子 穿了个西装很漂亮很潇洒的 给我一大堆心灵鸡汤 虽然金星向来以毒辣敢说文明 不过他本身是非常欣赏靖东的 在过去许多场合都明显可以感受得到 这一番话也只是纯粹对演出的评论 没想到后来靖东在微博发文 其中有一句 一切不男不女非爷们的人事都无意接触 让网友认为就是在暗指金星 讽刺的是文中还有一句话 无论有什么不同喜好 应该保持起码的礼貌优雅 这几件事情让许多原本喜爱他的观众非常意外 不过知识分子人设崩坏的最厉害的 绝对还是翟天琳了 曾以诠释蓝领王中的高尾 军事联盟中的杨修获得肯定的他 非常自豪自己的学霸人设 等我什么时候 我穿着那个卓士的毕业服照相的时候 我会上热搜 我再让所有人看谁谁谁牛逼 翟天琳2014年获取北京电影学院的博士学位 2019年还晒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博士后职位的通知书 但是后来让他上了热搜的 却是他当年博士论文存在大量抄袭 最后博士学位被撤销 在演艺圈也遭到封杀 看了这么多惨烈的人设崩塌 当然也有人设成功的范例 一位就是范爷范彬彬 当年他只是还住哥哥中的一个小丫鬟金锁 后来虽然走红却如一般当红女性一样并不特别 后期的范明兵才走出了独特的路线 那一句我不嫁豪门因为我就是豪门 让他多了一种独立新女性的气质 多次在古迹影展的红毯上露面 更让他高级感倍增在沿街的满手 不过后来毁在逃税 浅见了再成功的人设都不如本质上做人的诚实 迪丽热巴的吃货人设被许多人直呼可爱 因此也有了胖弟这样的绰号 早期非常受到欢迎 赵丽颖也有所谓的吃货人设 她在山山来了的吃相很讨喜 在许多节目里 花絮中甚至是私底下被粉丝拍到的照片都常常在吃 迪丽热巴还有女汉子人设 她曾经一把抱起自己的老板杨幂毫不费力 还多次展示自己首能举顶的超强实力 打造女汉子人设的还有Andra Baby 早期她的形象是时尚美女 只是演了几部古装剧 发现长得美也掩盖不住演技的不足 Baby参加跑男后意外的大受欢迎 时尚美女居然能跑能跳还敢卖丑 节目里的Baby也确实不顾形象非常放得开 极大的反差感让Baby在综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然也有明星不管做什么都会被攻击 上是杨幂就干脆做自己 我能想到我的人设是什么 反正全是不是特别好的事吧 各种什么炒作啊 什么谁逢跟谁玩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吧 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我觉得人设是什么 我能想到我自己的人设全是那种崩塌的人设 已经崩无可崩了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明星人设往往是为了获得热度和肯定 但是若戴了一张和自己差异很大的面具 长期下来是避崩无遗 观众在知道事情后 难免会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如果人设来自于明星的真实性格 就比较成功一些 但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演艺圈的大前辈宁静 说了一段很有道理的话 也有更多优秀的演员从来不卖人设 不刻意在节目中彰显什么 像是胡歌、孙丽 他们低调朴实认真演戏 同样的受到观众肯定 观众们喜欢明星所谓的人设吗 还有哪些成功或失败的人设呢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都是摸达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